大家好 我是摩托頭褲分析師何姬鼎 GD老師 今天加權股價指數收盤價再創歷史新高 上個星期我們介紹的影片 彩晶同步再創歷史新高 波段漲幅最高來到13%左右 你還在找股票操作嗎 今天我們要特別幫大家介紹一下 MCU概念股有哪些可以操作的 如果你錯過了彩晶 錯過了元晶 錯過了技嘉 錯過了中信晶 今天的節目你還能錯過嗎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好 在開始之前我們先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上個星期五什麼時候介紹的 上個星期五就是三天前 其實我那時候標題跟昨天講的一樣 我們說群創以上有達未買 還有什麼值得你注意的一個面板概念股 我們那時候講的就是彩晶 我們講完之後是這一天 這是星期五 講完之後星期一果然一開盤 你還有機會進場喔 你不要說老師你都介紹這種漲停板的股票 一漲停根本就沒機會買 你可以去看一下當天的一個分時圖 昨天我們已經講過了 一開盤還有機會買 如果你開盤買進的話 其實還有機會可以賺一根漲停板 就是賺這一根漲停板 今天收盤價雖然說沒有漲停板 但是它還是在創新高 收盤價也同步在創新高 波段漲幅大概是來到13.4% 你錯過了13.4%嗎 100萬就差了13萬 你說短短兩天差13萬多不多 多啊 為什麼那麼有把握介紹我們 星期五的節目已經跟大家講得很清楚了 大家應該知道 我跟其他老師有什麼不同吧 我會幫你從很仔細的 從基本面一直分析到技術面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彩晶群創友達 三檔來講技術面最機優的就是彩晶 很多人爆股票爆不住就是因為什麼 不了解它的基本面 如果你跟我一樣了解它的基本面 你就敢追高 敢報勞 這樣子才會賺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同期的群創跟友達 今天漲幅就還好 群創的話 漲幅只有1.65% 跟我們今天的彩晶漲了3.3% 比起來是有一半以上的差距 那友達漲幅更是稍微相對的比較疲弱一點點 只有漲0.9% 好 那我們今天重點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 NCU的一個概念股 NCU到底是什麼 NCU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微型電腦處理器 它可以用在各種的電子消費性的產品上面 大到汽車 汽車上面的一個電子零件 小到電扇 MCU就可以幫這些電子產品做一些相關的控制 比如說控制電扇的電源之類的 各項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全部都用得到 好 最近它為什麼報價一直漲呢 從去年新冠肺炎開始 全球消費性電子產品大缺貨 再加上我們MCU的龍頭廠出了一些狀況 第一個龍頭廠是誰 是義法半導體 義法半導體前陣子有員工罷工的一個跡象 有員工罷工導致他們沒有正常的供貨 再來另外一家大廠是日本的 日本的SAMA SAMA一下它的馬來西亞廠 有員工得新冠肺炎 導致無法正常供貨 最近又有日本廠發生大火 他們這兩家大廠 就佔了全球很大很大的攻擊 在攻擊失衡之下 MCU的價格是持續的向上飆升 MCU價格持續向上飆升 大廠又受到什麼 罷工的影響 大火的影響 根本沒有辦法出貨 那台灣的廠商是不是就相對受惠了 我們就可以看到台灣相關的廠商 幾乎全面性的上漲 我今天才會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MCU有哪些概念股值得大家去思考 好 我們來整理一下 到底MCU有哪幾家的概念股 可以讓大家去看一下 第一個有盛群 新唐 林通 松翰跟宏康 一樣大家知道 我跟其他市場的老師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看基本面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技術面 技術面的部分今天是全面上漲 我剛剛講過了 最近MCU大漲 MCU大漲的話 這些相關的概念股全部都受惠 所以你看盛群大漲一根 新唐今天一度漲停板 林通也是一樣 雖然說沒有漲停板 但是收盤價還是創新高的 松翰也是一樣 再創新高 突破了100塊的整數關卡 再來我們看到洪康 洪康的部分走勢相對是比較疲弱一點點 我們再來看到基本面的部分 我們先從毛利率來看一下 毛利率很明顯的黃色這一條一直保持的是最高的 黃色這一條是誰 是盛群 第二條是誰 綠色這一條是誰 松翰 綠色這一條是松翰 再來是藍色的 藍色是誰 新唐 也就是說毛利率是誰表現最好 盛群 再來看到營業利益率的部分 長期來看也是盛群表現得最好 最近幾年應該說最近幾季 這1 2 3 4 5 6 最近6季松翰有幾起直追的一個現象 他的營業利益甚至一度高於盛群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有解釋過 MCU是一個微電腦控制裝置 他可以應用在各種消費性電子產品上 松翰他專攻什麼 耳溫槍跟耳溫槍裡頭的一個控制MCU 所以你也知道大家都知道 新冠肺炎帶動所有 現在你去哪個地方都要逼一下 這邊逼一下 到處都賣 耳溫槍跟耳溫槍銷售就賣得很好 松翰就帶動他的股價大漲 收入大漲 各位可以想一下 未來新冠肺炎會持續下去嗎 現在美國已經普及一半了 已經有1億人口打了 未來還有另外1億嗎 如果要是我選擇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像盛群一樣比較穩定一點的 再來我們最後看到了稅後禁令一樣 盛群的話長期維持來講是保持是第一名的 那最近只有這一陣子被松翰追上了兩季之後又回來了 我們再看到EPS的比較 EPS的比較一樣是盛群表現得最好 其次是松翰 再來我們看到了巴菲特最愛最愛的指標 巴菲特說股東權益報酬率他都希望至少要20%以上 我們來看一下盛群他有多少 他長期我們以這一條線20%畫出來 你會發現只有一家股東權益報酬率能長期維持在20%以上 他就叫做盛群 其實是剛剛講過了 最近因為耳溫槍 耳溫槍急起直追的松翰 因為最近大賺導致他的股東權益報酬率直線了向上 超越了盛群 但以長期穩定來看還是盛群是比較好一點的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現金股利的部分 現金股利當然長期來看獲利能力最佳的是盛群 配發的最好的當然也就是盛群 最近就是一樣這一根綠色的是松翰剛剛解釋過了 因為耳溫槍跟耳溫槍的關係 在最後我們來看一下他們董堅持股比的一個關係 董堅持股比就很微妙的一個指標 我們來看一下董堅持股比是綠色這一條是佔比最高 差不多有40%綠色是誰松翰 股東占比太高有些時候是好 有些時候也是壞 好是好什麼 有時候你操作這張股票 如果董堅持股比占比比較高的話 你認為這些董事內部人拿他的股票去質押換錢出來 如果股票一直跌一直跌 你說擔保品的價值往下跌 銀行有可能會找這些股東跟內部人做什麼事情 追繳擔保品 追繳擔保品你認為董堅持會喜歡嗎 不喜歡 也就是說如果股價不好的話 這種高值壓比的公司 他們的內部人會想盡一切的辦法去做什麼事情 拉股價 把股價拉起來 這就是我講的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在哪裡 不好的地方就是 董堅如果質壓比太重的話 有沒有掏空的疑慮 比如說像之前的康友 康友是不是比較危險 對啊最近有很多的F比 F股 F股就是那個KY股 KY股財報交不出來 董堅質壓比都過高 那你說這種公司會沒問題嗎 通常都是有的 也就是說董堅的質壓比重如果太高的話 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那不要出狀況就是好事 出了狀況就可能會下事 不是大好就是大壞 好再來看到第二 持股病比較重的是誰 洪康 那剛剛大家有看到洪康 其實他的獲利能力一直是在低檔的 所以他的股價表現來講 相對來講就比較差一點點 最近呢 松翰質壓比高 他股價也高 那通常來講可能 也許有特定的人士 在進場去做一個 把股價拉高的一個動作 也不一定 好我們來看一下盛群 盛群是我剛剛一直講的 基本面表現最好的 不只是從毛利率 營益率啊 其實他的EPS 他的股力 也都是表現最好的 今天股價一樣也是表現得很棒 收盤價大漲了5.66% 有準備要突破近期的一個壓力線 95塊附近的一個味道 新唐表現的一個最好 今天一度是要漲停板 但是我們會看到 老師 為什麼新唐 他剛剛都是看到他的獲利能力都在下面 怎麼今天表現得最好 其實新唐雖然說獲利能力不佳 比較不佳 相對不佳 但是在新唐來講 在跟這幾家公司來講 他是屬於籌碼比較大的一家公司 所以有些特定的資金會比較喜歡大型的股票 今天才會造成新唐的股價大漲收漲停 再來呢 我們看到松翰的部分 松翰就是我剛剛講的做 如果 額溫槍 MCU為處理器的公司 去年獲利大好 那今天股價也是順勢突破100塊 收盤收獲100塊 剛剛有沒有記得 我們有看到 松翰他的董監質壓比是比較高的 也許有內部人願意把它再拉高也不一定 所以他最近來講他會比較旱一點點 我只能這樣說 如果你想要比較旱一點點的話 可能松翰是比較好的選擇 如果你比較喜歡穩定一點獲利加保守 盛群應該是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至於怎麼操作 大家可以是從技術面各方面去思考一下 有沒有什麼整數關卡被突破 或者是有什麼技術線型技術點位突破 或者是你覺得跌不下去 回檔進場都可以 好不好 我們的操作方式的話 當然還是要留給會員去操作 今天我們講的這些 如果你真的覺得我們的影片從基本面 從基礎到技術面 基本面都有介紹 覺得這樣介紹很不錯的話 真的 不要另行給我們一個讚 好不好 幫我們打開你的相機 掃描這個QR Code 記得要按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當然如果覺得真的很棒的話 按個讚 按個讚吧 好再來呢 我們的那個FB跟LINE群組 每天也有不一樣的訊息 一樣打開你的相機掃描 這兩個QR Code 分別加入我們的FB跟LINE的群組 一樣既然股市是繼續向上漲 你會發現 你要有一個主軸 這主軸是很難改變 就是最近資金在進駐的方向 你會發現 比如說最近大家最喜歡去搶的是什麼 台積電低階 你會發現台積電即使是你買到577 其實現在台積電大概是在600塊的壓力左右 有點上不太去 資金已經從一個全值股這一塊 輪動到一個中小型類股 你要輪動到這邊的時候 你要知道資金現在是往哪個方向走 我們一直強調也沒有改變 從來沒有改變 資金正在走什麼 通膨 綠能跟升息這三大板塊 你可以從這三大板塊裡頭去找一些類股去做操作 首先我們看到綠能的部分 綠能的部分上次有介紹圓金 昨天漲停板 圓金是做太陽能的 我們昨天也介紹了一個太陽能相關的廠商 好 昨天介紹之後馬上漲停 8% 我們介紹進場到現在有賺8% 那安吉呢 我昨天是一直講說 安吉是太陽能模組場裡頭 基本面表現最好的一檔股票 但我常講 我在上課 社大各方面的課程 或者網路媒體分享 我都跟大家講 其實有的時候 股票向上漲 不是完全取決於基本面 這檔基本面雖然很好 但是目前來講 資金並沒有人想要把它拉抬 沒有人想要把它拉抬的話 安吉就暫時上不去 如果說我們最近的 援金能持續向上的話 有可能因為援金向上的關係 會拉抬這檔股票持續向上 其實大家你要有一個觀念 肋骨會互相輪動 互相拉來拉去的 比如說最近的面板來講 面板你會發現群創一直向上漲 群創一直向上漲 有些人就覺得 一直漲我可能買不下去 這時候你會看到友達沒漲 這時候你看到友達沒漲 可能就群創一直漲 那我買友達好了 那友達就也跟著漲上來了 同理也就是說援金不斷的向上漲的話 安吉他基本面比較好 遲早會受惠的 我昨天提出來只是希望大家 有些投資朋友是不喜歡追高的 如果你不喜歡追高的話 那你就要忍受這段盤整期 你忍受這段盤整期忍受完 也許他就向上了 那可能要等一陣子 目前來講如果你要從技術面去看的話 這個技術線也是看起來是有手的 那你們可以再去看一下 在我們看到加權股價指數的部分 我們已經強調好 從3月分析到現在 就請大家看這兩條線 到現在都還沒有離開這兩條線 是不是就是如同我們講的 你一直去看 一直關係是不是大跌 那你不如好好的去看一下 這個指標到底有沒有被跌破 我還拿聯發科的例子來給大家看 聯發科那時候我就給大家看 你看聯發科的缺孔沒有跌破 然後後續就繼續向上 一路向上轉到1000元 所以需要擔心 只要沒有離開這個區間 你都不需要擔心 但是講了那麼久 害怕的還是害怕 到今天為止我想已經沒有人擔心了 你現在只想要知道的是 還有哪些類股可以買吧 已經沒有擔心了 你要發現大部分的人投資都是這樣 跌下去好害怕不敢買 實際上跌下去才是最好佈局的機會 等到漲上來的時候你想買的時候 又很多都是在高點了 所以有的時候真的改變一下你的信念 你的投資績效就會完全不一樣 在我們的FB其實早就有跟大家講了 我們FB就有跟大家講 今天早上五個小時前就今天早上 還沒開盤就跟大家講了 台股創新高已經成定局了 因為我看到什麼 前天有收盤價突破 16500點的整數關卡 好 而且我們的FB有多好 我們還有免費跟大家提示股票耶 好不好 我們早上有跟大家講說 因為各項電子產品 剛剛講的MCU 各項電子產品都有漲價 如果說工業電腦 研華有新聞出來要漲價 研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研華相關的類股 就是所謂的工具 不是工具 工業電腦相關的類股 有一些比較小的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飛傑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就講 喜歡美漲的就是 你不喜歡追高的就去做什麼 研華 如果你比較喜歡小型股的 小型股通常都比較標 你會去做小型股 當然都喜歡標股 你就可以考慮什麼 明基財跟飛傑 各位 你看一下 研華是不是就美漲 今天也是收盤收過的季線 是不是也算是 如果你要長期布局的話 是一個不錯的標的 那飛傑的話 我早上講完今天 是不是就收盤繼續往上衝 創新高 是不是很漂亮 這種其實今天就該買了 你看到我的訊息就可以買了 再來明基財其實表現得也不錯 雖然說還沒有創新高 但是收盤價也過了相對的壓力區 明天後天是蠻有機會再看看能不能創新高的 你看我們那麼有用的資訊 還能不加嗎 現在就打開你的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分別加入我的FB跟Line群組 我的Line群組如果你想要收到訊息的話 記得跟我說聲Hi 隨便給我打幾個字 你就會得到我的訊息了 好當然我們這個影片也千萬不要忘記 要去做一個訂閱 並做一個開啟小鈴鐺的動作 打開相機掃描這個QR Code 好再來我們看到一個大力光 前一陣子我一直跟大家講 全子股其中有幾檔比較危險 我說台積電聯發科跟聯電 現在聯發科已經完全脫困了 要展翅高飛再創新高了 這一檔還沒脫困 這一檔也相對來講到現在還沒脫困的話 相對是比較危險的 各位它叫做大力光 大力光各位看一下 這一條線我上次有講過 這條線叫做黏線 你會發現它每次碰到黏線就上不去了 這邊碰到黏線上不去下來 這邊是不是碰到黏線 我那時候就跟大家提醒 我認為在這邊如果你想要做換股操作 這邊是比較好的一個點位 因為剛好碰到黏線上不去 黏線上不去的話 後續可能有一個回檔的壓力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再來我們看到一個貴買指數的部分 貴買指數其實你會發現 它走勢比起加權股價指數 就是我們的大盤還要來的強 創新高持續在創新高 一直收盤價再創新高 如果你去比較一下 這兩個圖一起比較 上面叫做加權股價指數 下面叫做貴買指數 很明顯 我們把一條線畫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 有沒有 加權股價指數才突破這條線的一點點 貴買指數已經完全的脫離 這告訴我們一件什麼事情 資金正在挪移 資金正在從大型股挪移到中小型類股 各位你想一下 一檔台積電被出脫 能救多少中小型類股 台積電權值太大了 如果你懂得轉一下 操作靈活一點的話 對 你那個時候630 640 如果能出掉台積電 去買我們的比如說 那個圓金 彩金 現在你根本就不用擔心要下跌了 你現在是心裡很缺憶的開心 就是會賺多少 而不是在等套牢 不是在等解套 你是很開心的想要知道賺多少 而不是想說什麼時候才能解套 這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只要你心念一轉 投資靈活一點 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比如說像剛才的大力光 為什麼 特別要講一下大力光 因為大力光最近走勢就真的比較弱一點點 需要你特別的去關注 如果你想換的話真的要趁現在 不要等到再跌 你就換不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通常來講 根據我的經驗 散戶跌10% 你可能出得了場 跌20% 也有可能出得了場 但是比較難一點 跌30% 40% 你已經不會出場了 跌70%的時候 你會永遠的遺忘它 你會忘記它的存在 好吧好像好自在一樣 完全忘記它的存在 好希望大家做股票不要做到這樣 永遠的套牢有什麼好 做股票就是要開心 就是要賺錢 做股票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為了買股票嗎 還是為了賺錢 當然是為了賺錢 你為了賺錢就是要靈活一點 好不好 好既然小型股的話 我們這一陣子有介紹哪一些 我們這一陣子在3月19號介紹的是 有以上 鴻海的車用相關 我們那時候介紹在這 到現在也漲幅有12%了 以上到現在有沒有 漲幅12%這是之前 現在即使今天是創新高 但是收盤價還是收在相對的高點 這幾天可以再觀察一下 好再來我們通膨概念股 我們這幾天一直在講 我們講好久了這張圖了 總不能永遠都我們直接給你魚吃吧 我已經提示都很明確了 我說這三檔哪一檔 基本面最好的那一檔會漲 今天已經漲起來了 不信你們自己去查一下 這三檔哪一檔基本面最好 基本面最好的那一檔已經漲起來了 好再來佑華的部分 我們又賺了22% 我們什麼時候講的 各位看一下喔 3月16號 3月16號的時候我有講 小鬼當家 佑華漲停板收工 什麼意思就是我有講 我有講佑華這一檔 3月16號 3月16號是不是大概這一天 這一天進場漲到現在 22%不到一個月22%夠不夠 夠吧 不夠是不是 明後天說不定就30% 40%了 你可以再觀察一下好不好 那剛剛你會覺得 老師你剛剛講的一堆標的 都太高了不敢買不敢買 其實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我在社大有一個百分之百的勝率的一個操作策略 就是加權股價指數KT23天沒過底的時候 你可以用部分資金去買 買什麼 通常我是建議買00631L 對啊 那如果你比較保守一點 你可以去買高股息或0050 看你啊 那我們上次是介紹政二嘛 就是台灣50兩倍嘛 那我們介紹那個點位到現在呢 那個點位在哪 在這裡 在這裡 到這邊 是不是簡簡單單 你說高檔不敢買 這不是低檔嗎 低檔你也不敢買 高你也不敢買 低你也不敢買 你到底要投資嗎 你要不要賺錢啊 對不對 這一檔很簡單 我都跟你講說 我在社大百分之百勝率了 現在是不是又一勝了 對吧 好不好 另外同樣概念操作的也有這一檔 他是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 只要回我1207就有這一檔 你看慢慢吐慢慢吐 他要吐起來收紅了 低檔敢不敢買 低檔也不要 高檔也不要 我真的也沒辦法 好啦 最後再講幾檔股票 康和正注意一下好不好 最近那個大盤成交量很大 你說證券公司賺不賺錢 對不對 康和正跟群益政 注意一下好不好 康和正跟群益政 這樣已經提示夠明顯了 好 最後有一檔這一檔 大師級的股票 我希望大家不要錯過 他即將要突破了 好不好 大師級的股票 如果你想知道我們的相關訊息的話 趕快現在打開你的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分別加入我的LINE跟FB的群組 我們每天都有重要的訊息跟大家分享 那記得LINE加入 一定要回我一個Hi好不好 那當然我們的那個頻道的訂閱 也麻煩訂閱一下 打開相機掃描QR Code 按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記得覺得我們講得很不錯的話 記得要按個讚好不好 好最後我們來就是總結一下 其實台股從去年3月以來的最低點 到現在已經漲了8000點了 我想問各位觀眾朋友 你認為台股還有幾個8000點可以讓它漲 讓你慢慢去等 慢慢去想 慢慢再去買 到底有幾個8000點 我真的不相信還有幾個8000點可以讓你去想 投資你要賺錢 真的就是要快很準 等到你真的覺得買起來很安全 你很想進場 收哈進場的時候 通常來講都不太安全 根據我過去的經驗相信我 通常都是這樣 散物都是進場之後股票就開始大跌 如果你真的想賺錢 你又錯過了很多股票 簡單的股票像我們 為什麼我剛剛有講到像中信金 技嘉這種簡單的股票 你都錯過了 對啊 那你還能買什麼呢 你一下錯過了剛剛講的 乙勝你也錯過了對不對 財經你也錯過了 什麼你都錯過了 更別提我們績效最棒的 超過100%的環球金跟群聯 好不好 沒有那麼多好的標的可以讓你 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個一直錯過 如果你真的想賺錢 真的請你下定決心吧 好不好 你可以透過各種的管道聯絡我 讓我帶你一起去操作那一檔 大師級的股票即將要突破了 相信我 相信我 你一定會看到績效 跟你之前是有所完全的不同 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此 我們明天見 摩爾證券頭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